夏浦電視過去在台灣由夏寶公司負責銷售 隨著這個品牌被併購之後 也將轉由給鴻海一手掌握 1990成立的夏寶 由日本夏浦跟台灣申寶分別持股五成 過去負責代理銷售夏浦家電產品 不過申寶證實即將解散夏寶 員工全數資遣 執行細節還要等7月5號夏寶股林會後再做確認 除了品牌經營 郭董更為夏浦人士煞費苦心 至此前還不忘Q他 59歲野村盛名 2001年起擔任夏浦大阪SDP會長 跟郭董一起打拼三年 轉潰為營成為戰友 4月才被定為財務大臣 6月14號董事會再封他 總社經營企劃本部長和東京之社長 在夏浦地位更上層樓 不像野村有革命情感 夏浦一經事業前負責人方智教和 40年的夏浦人生5月終了 7月改去對手日本顯示器當副社長 外界擔心夏浦爆發人才出走槽 神經百戰的郭董 怎麼掌舵百年老殿 也牽動他的億萬帝國 東森財經新聞 江明熙 沈玉藤綜合報導 北京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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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森財經事業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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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